美国服务员广大 外国游客和留学生 都可能会驾车旅游 而拿外国驾照 如何在加州合法驾车出行 外国游客又该 如何注意安全驾驶 避免被开罚单 遇到远警拦截该如何正确应对 来听加州高速公路 巡警局警官的解答 在自己的国家 持有驾照的外国游客和留学生 来到美国想要开车出行 如何正确使用外国驾照 是否还需要有国际驾照呢 其实国际驾照 在加州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我们只有国际驾驶的允许证 那我们所说翻译成英文的话 就是国际驾驶许可证 必须在自己本国办理 目的是将本国的驾照 翻译成英文 让警员可以看懂你的本国驾照 了解你的信息 这个时候你拿到这里来 如果说你被拦下来的话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 英国驾驶的允许证 做翻译 知道你这个人是 你是从哪里来的 那你这个允许 你是来这里多久的时间 这样子 除了这个国际驾照 许可证之外 国际游客在加州开车时 还需要携带护照 和自己国家的驾照 这三个文件缺一不可 同时国际驾驶者 还需要注意 无论是租车 还是向朋友借车使用 驾车时一定要有保险 此外 乘客不要忘记系上安全带 不少中国游客来美旅行 驾车或乘车出行时 常常会忽视 系上后座的安全带 以及为八岁以下儿童 准备安全座椅 从国外来这里观光的人 也许对加州的一些法律 不了解的就是说 特别是儿童的安全椅 很多人都觉得说 他们的小孩子来到这里 他们不知道加州有规定说 你小孩子未满八岁 或者是未满四十九寸高 都必须坐在儿童安全椅里面 另外车载导航的安放位置 也有讲究 以不遮挡视线 安全驾驶为标准 建议安放于胆风玻璃 左下角 同时还要提醒国际驾驶者 如果被警察拦截下来 靠边停车后 不要立即翻找驾照保险 可将车窗全部放下 双手放在方向盘上 等待警察指示 因为我们的警员的 就是说工作都非常危险 我们都不知道 车子里面坐的是什么样的人 那如果说你把你的手 放在方向盘上面 他看到你的双手 在方向盘上面 他会比较放心一点 我们不建议 千万千万不能说 一停下来赶快身体 手就到处去摸 到处去找这个包包 找你的驾照 什么东西的 因为这种动作 会让我们很紧张 因为我们不知道 你在车子里面 是不是在找你的武器 找些东西 对我们来讲 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 驾驶者不要当场 跟警察争辩 但可在法庭上 为自己辩护 也要及时处理交通罚单 否则可能会造成 更严重的后果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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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